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波動全世界 我是鄭鴻宜 嘿 和你最會來開講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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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給你波動全世界 我們來關心國內外重大的新聞 第一個是烏克蘭的戰爭 俄烏戰爭值得講 俄羅斯現在對烏克蘭三個大城 包括基輔 包括奧德薩 發動了辛利波的攻擊 用飛彈攻擊主要是打他們的發電廠 癱瘓烏克蘭的電力基礎設施 所以這個總統哲倫斯基說 現在有一千幾萬 一千幾萬的烏克蘭民眾 現在無電可用 那 因為現在冬天 烏克蘭已經開始流水了 所以 我有朋友 他是在荷蘭服務 他是台灣人 但是可能有取得荷蘭籍了 那麼在荷蘭的這個政府機關當公務員 那他們呢 也協助送發電機到捐贈給烏克蘭 他說現在烏克蘭應該是零下五度了 那這麼冷沒有電怎麼辦 因為需要電暖氣 那所以 為什麼他 俄羅斯採取這種戰略呢 最主要是 要讓烏克蘭 很難受 那麼施加這種壓力 然後讓他有很多的難民 跑到鄰國 那鄰國就會施壓 要結束這場戰爭 那烏克蘭總共有三千七百多萬人 將近三千八百萬 那有一千多萬 換句話說 大概三分之一的人 沒有電可以用 情形其實還蠻嚴重的 那 這個事情當然 給我們的指示就是說 阿強的如果真的要打台灣 一定也是對我們的基礎設施 先癱瘓台灣 高速公路 電力設施 儲油槽 儲氣槽 甚至於核能發電廠 然後 變電所 那麼 政治指揮中心 軍事指揮中心 高速公路 機場 先把你貪還 還有港口 那麼 這個 另外是 美國的 這個 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 台灣現在對裴洛西很熟 因為裴洛西 很勇敢 雖然中國啊 這樣子威脅他說 如果你敢來 訪問台灣 那你會有嚴重後果 不過他堅持來到台灣 來到台灣當然也很受歡迎 那當時 他 呼籲 這個 世界 不要跟 中國 獨裁者屈服 所以他 飛到台灣來 說實在 82歲的女性 要背 其實對體力是一大考驗 那麼這個 裴洛西啊 他是 加州選出來的 重量級 議員 於是2007年啊 1987年進入國會 2007年 他現在因為 美國的聯邦眾議院啊 這個已經被共和黨所掌握 共和黨已經超過218席了 換句話說他不可能再當眾議院議長了 那麼如果不當眾議院議長至少 可以當眾 眾議院的民主黨 這個領袖 那不過呢他今天啊 連這個領袖他也 這個要辭了 他說他將 他將卸下 民主黨領袖的職位 這個非常重要啦 為什麼非常重要 因為 美國是世界最強的國家 最大的強權 那這強權啊 最有觀的東西 總統 那第二順位就是副總統 第三順位就是眾議院議長 然後你就可以想見他 這個地位的重要性 那今天啊 他發表了演說 他說他跟三個總統 合作都很愉快 他提到了跟小布希 跟歐巴馬 跟拜登 都相處很愉快 他獨獨沒有點名川普 可見他跟川普是死對頭了 好 那 這個裴洛西啊 他卸任了這個 民主黨的領袖 在議院的領袖 不過他還是會繼續任 擔任眾議員 他這一次又高票當選 我記得他的選票好像拿 這個超過八成啊 就說美國他的選民啊 對他是很滿意的啊 不過因為82歲了 他卸任以後啊 其實也象徵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我當時都覺得不敢不敢 就是歲月啊總是非常的無情 吹人腦啊 好 好 另外呢我們來看啊 今天 台北高齊啊 是跌了30點 今天收盤 是1,458控市店 14504 那 這個今天三大法人啊 合計賣超43.8億 有可能是派國的關係啦 第一派國關係啊 成交量比較小 所以沒有太大的波動 第一是 看起來美國現在 也沒有太大的這個 這個 啊 起伏 那麼 那麼 今天啊 成交量是 2363億 2363億 台幣也 沒有太大波動 今天台幣貶值1.2分 收盤是 一塊美金 可以換 31.17的台幣 那外匯市場 台北外匯市場的成交量是 9.27億的美金啊 好 那 那 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去換日幣嗎 哈哈 因為日幣有一張啊 曾經幾乎碰到1比150 那就是一塊美金 換150塊 日幣 那 如果 折算成 啊 這個 對台幣的話 那就一塊錢的台幣 可以換4塊6的 日幣 那 那 啊 這個 日本政府啊 今天說 10月份的 他們的CPI 也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是3.6% 創下40年以來最大的升幅 其實全世界啊 大家都在控制通貨膨脹 都怕他們這個 不出波動啊 被神的撞不住 那政權就會不穩 那 獨獨有一個國家 那叫日本 啊 日本因為一直處在 啊 這個 通貨減縮 啊 你看嘛 通貨膨脹就是不夠氣嘛 那通貨減縮是什麼 通貨減縮就是不夠路嘛 所以 啊 我們 如果是去 日本啊 萬萬會覺得說 嗯 當然啊 啊 這個代表 現在比日本更大 嘛 更好用了嘛 還去到日本 日本不計 還去路嘛 所以 有時候 但是啊 我去他們的超商啊 啊 啊 更換去 你會發現 哇 一個 一個便當啊 還沒兩百七十塊的一票而已 好 兩百七十塊 啊 我們台灣的便當 也這麼 也 這個什麼 也九十塊 八十塊 一百塊也這麼多呢 好 所以 可以說 你去到日本 不覺得這麼貴啊 早期會很貴啦 早期是一比三的時代嘛 現在是一比四點六嘛 齁 那 這個 那日本有什麼 物價下跌呢 齁 最主要是你通貨減縮 就是說 啊 大家不敢花錢 不敢花錢 啊 所以呢 你不買物資就不會去 不會去啊 齁 那為什麼不敢花錢 因為日本的 這個泡沫經濟啊 已經三十年了 齁 從當時啊 哇 高票買到四萬點 齁 啊 房地產大氣 高票大氣 啊 然後開始泡沫 啊 啊 三四十年來啊 啊 日本啊好像 啊這個 沒有起色 那 所以呢 日本啊 一直希望能夠振興 通貨膨脹 好 既就維持2%以上 你以前的通 CPI啊 幾乎都是負 負0.5負1 那現在他們目標是追求正二 啊 結果今天啦 公佈的所需是 3.6 齁 那3.6 為什麼會這樣子 不是說 喔 英圓的成本上漲跟日圓疲軟 齁 好囉 那日本現在 啊 你看嘛 美國是在採取 升息 齁 那升息意思就是說 啊 那可是日本是什麼 日本是繼續的維持貨幣寬鬆 錢給你們比較多 給你們去沒資金的暴動 給大家有錢要跟他花錢 好那就是日本 現在很多人都已經 這個什麼買票買去日本了 很多人已經去了 因為朋友的人已經都存相片了 有感覺說去日本 現在在東京算200了200 200了200 那個天氣是很不錯的 好那麼另外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的台積電 因為這個股神華倫巴菲特 華倫巴菲特開了一家投資公司 叫做波科巷 這個波科巷現在規模很龐大 很龐大 那他投資公司就是說他認識一個人 都好方便評估說什麼三頁可以投資 對一間公司可以錄錢 那最近這個 這個華倫巴菲特呢 他過去 他把科技股修理過 他對科技股他並不了解 他最了解的是傳統產業股 那這個 所以他以前都買傳統產業股 想不到現在 他竟然去買 這個40通業美金的台積電 你知道我們台積電 在美國有叫做美國存托憑證 台積電在美國也有上市 在美國也有上市 好 那他買 這樣代表就是買一千二百幾億 這標示什麼 標示台積電值得投資 結果他買台積電 結果台積電 蓋超一百塊 對三百八 蓋到現在四百 華倫巴菲特水壇 你知道 真厲害 好 那台積電值得投資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他太好了 台積電 股價不一定那麼好 但是台積電公司很好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為什麼說 我們股價沒有那麼好 就是說 他雖然賺錢錢 但是一本股東的賬 為什麼他本股東賬 因為他就很多錢要拿去設廠 你看他 現在已經二十幾個賬 你怎麼設一個廠都穿幾億了 他一年資本支出都是 現在都差不多四百億美金左右 四百億美金就一條兩千億這樣 說實際台灣民間投資 我們的投資有分政府投資跟民間投資 那麼民間投資 如果沒有台積電 台灣的民間投資很少 所以你看台積電對台灣有多重要 當然 我們有很多資源供應給台積電 譬如說 人材年輕人都去拿去 第二 水 也是用很多水 你知道 做晶片半導體很需要水 水 水是很珍貴的資源 第三就是電 過去台積電有大量的電 現在的台積電 用什麼 用大量的綠電 什麼 這個風力發電 這個太陽能發電 很多綠電 綠電呢 為什麼電還有分綠電不綠電 譬如說我們用碳 去發的電 或者石油發的電 那麼它就叫 不是綠電 因為它會造成大量的污染 那這個綠電 我們台灣 生產出來 幾乎都給台積電收 那為什麼台積電 因為它講永續 永續發展 那這個 啊 台積電買綠電 啊 這個 雖然台灣 比較說 當時 就小英這樣 沒有足夠的遠光 一直發展綠電 但還不夠用 不夠讓台積電買 因為現在全世界 很多 這個 公司 它跟你買產品的時候 它要求 你生產必須要有綠電規章 好 電生產出來 也要有新婚禁 你那時候 這個電是堆來的 所以呢 台積電 用了大量的綠電 那 我記得當時 這個小英 和非核家園 為什麼我們這麼幾次 就是說 核能 我們沒辦法處理它的核廢料 所以 我們要大量的趕快發展綠電 世界上綠電第一名是誰 是德國 德國的梅克爾也很有遠光 所以 那 除了能夠生產出乾淨的電力之外 不要造成地球的污染之外 另外就是說 它的整個產業會流下來 技術 生產很多的產品 然後訓練了很多的人才 英文叫做cluster 就是說 它的整個群 產業群 就形成了 聚落就形成了 那 所以我們台灣 你要注意看海邊 特別是在中華那裡 那裡 因為台灣海峽千千 台灣海峽才 平均的深度才60公尺 所以那個什麼 要把它踩下去那個風力發電 比較簡單 那踩下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我們的產業的群聚了 我們一個產業就慢慢就形成了 這個是要眼光跟什麼 跟魄力 好 那剛剛為什麼要講台積電呢 跟這個風力發電 因為芬蘭的總理叫馬琳 她是一個女性 年輕的女性 她今天說 歐洲在經濟上很脆弱 因為太過度仰賴台灣製造的電腦晶片等重要技術 馬琳是在首都赫爾辛基的活動裡面說的 他說 我們 當我們看到晶片或半導體 就會發現我們太過依賴台灣了 他說 台灣對全球半導體產業鏈很重要 因為台積電在先進製成方面 處於領先的地位 馬琳說 如果歐洲不打造自己的科技技術能力 在危機時刻 我們可能就會被斷裂 供應會吃緊 那就好像 武漢肺炎來的時候 缺乏口罩跟醫療 或者二物戰爭的時候 缺乏天然氣跟石油 好 那 這個 所以呢 連芬蘭都發現 唉唷 太依賴台積電了 那 這個 所以 所以 這個 武漢肺炎讓世界很多國家 警覺到說 哇 平常連口罩我們都沒有 那現在怎麼辦 那麼 所以產業供應鏈這個事情 全世界重視 那最重視的當然就是晶片 因為阿共對台灣有野心 要把我們吞下去 所以呢 美國啊 就要求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那 現在啊 日本也 台積電也去日本設廠了 因為 日本也要求嘛 那 據說 德國現在也在要求台積電去設廠 新加坡也是 那當然一個台積電沒辦法一次 你去海外 啊 剩下一個唱 第一沒那麼多錢 第二也沒那麼多人力 也沒那麼多心情 好了 那現在去美國跟日本了 啊 我們 啊 這個美國啊 補助了台積電一些錢 那 啊 日本則是補助台積電一半設廠的錢 那是 兩千億 補助你一千億 去日本的廠 其實是二十幾奈米 那是比較成熟的晶片 比較沒關係 對台灣比較沒關係 你美國的唱啊 亞歷山拉座第一個廠是五奈米的廠 五奈米其實已經滿先進了 七奈米以上都算先進 可是呢這個五奈米的廠 蓋完以後接下來要蓋 三奈米廠 哇 這不得了啦 你把這麼先進的技術拿去美國 台灣也快點 所以呢 所以呢 行政院院會啊 掌賭統貴 叫做台版的晶片法案 其實他正式的名稱是 產業創新條例 第十條之二 第七十二條修正草案 產業創新條例子 但是因為他幾乎就是 針對晶片 那這個法案的精神是什麼 就是說 你若是 國際供應鏈的關鍵企業 那麼你的研發支出 可以抵減盈利事業所得稅 你的先進製程你買設備 可以這個折抵五趴 那這也不只是針對半導體 其他像5G電動車 低軌衛星都適用 那你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政府現在要發電三個三個 既就看中的是低軌衛星 5G還有電動車 還有半導體 半導體集中在晶片 這樣的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說希望 你的研發 你的先進製程 都留在台灣 我會給你很好的條件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大家都在競爭 美國在競爭 我們也要給人家好的條件 不然他幹嘛留下來呢 好 好 那這個是 這個台積電 現在 你這個 這個 曼谷 正在開APEC會議 APEC會議 我們今年派什麼人呢 我們派台積電的創辦人 張宗謀先生 張宗謀已經第6篇 代表我們台灣 出席APEC領袖會議 這個 張宗謀 張啊 出席了晚宴 你知道晚宴旁邊一個相嗎 旁邊一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然後 他們兩個 也密切交談 那布林肯旁邊一個相 布林肯旁邊一個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夫婦 這個 張宗謀在曼谷很受歡迎 這個 但是呢 中國的習近平啊 跟這個杜魯道啊 又發生了一件 這個衝突 這衝突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 在20國高峰會 G20 那麼 啊 習近平跟杜魯道啊 見面 啊 見面以後啊 這個 啊 習近平呢 就 責怪 啊 責怪這個杜魯道 說 我們兩個人講的話 你怎麼可以洩漏給媒體呢 他在指責啊 他跟他指責 他說 你把我們聊天的內容告訴報紙了 這不合適啊 而且我們也不是那樣進行的啊 習近平說 如果有誠心 我們就用互相尊重的態度 來進行很好的溝通 否則 這個結果 就不好說囉 喔 其實喔 有一點點 不只指責啦 喔 我有點威脅的味道 喔 那 啊 他不只這樣喔 他 啊 兩個人啊 分開的時候 道別的時候 又習近平又補了一句 很天真 好 很天真 這是指責耶 指責加拿大 加拿大也是G7的成員耶 喔 你對他的中立功力很天真 這個是 很沒有禮貌啊 那 啊 這個 現在這個事情在加拿大引起軒然大波 喔 說 啊 兩國啊 加拿大跟中國關係持續冰冷 喔 那現在他們媒體要求杜魯道 要進一步對中國強硬 並且轉向其他的市場 以確保供應鏈的穩定 喔 加拿大12月初要公佈印太戰略 說預料 很多 啊 這個會有很多對中國 啊 對抗跟批判性的字眼 啊 屆時啊 這個兩國關係不樂觀 那當 啊 習近平指責杜魯道的時候 杜魯道的回答是 欸 這個我們啊 加拿大啊 是崇尚自由公開坦誠的對話的國家 啊 只有那樣我們才會繼續 我們才會繼續尋求建設性的合作 但是有些事我們不會同意 而且只能夠繼續如此啊 杜魯道其實也蠻強硬的啊 那 這個 啊 結果呢 啊 加拿大這個媒體啊現在是 啊 這個氣飯天了 到處在中國啊 竟然啊 他們的媒體 集體晉升 啊 人家拿大是炸方的天啊 中國是點點啊 那啊 杜魯道在APEC 啊 因為本來在G20跟習近平嘛 現在在APEC 他見到張宗謀 主動親切問候致意 啊 雙手緊握著張宗謀的手啊 交談非常的愉快 好 所以你看看 港狗的就是港狗的 沒有港狗的就是沒有港狗的 好呢 啊這個 啊 德國總統叫史坦邁爾 這史坦邁爾啊 他啊 今天在美國 以罕見的態度批評 中國的威權跟霸權心態 說為了避免受到傷害 西方國家應該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這史坦邁爾啊 他說 中國不僅對內威權打壓旗艦 對外在南太平洋地區有霸權主張 在貿易上還追求一種 具有威脅性的理念 讓中國無需依賴世界 世界對中國更加依賴 所以西方必須有所警惕跟回應 他說我們不願意也不能夠照 這樣的遊戲規則來玩 他提醒西方國家要保護自己 減少對中國供應商原物料的依賴 還有對市場的依賴 一定要強化自己經濟體的韌性 這是德國 另外呢是美國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叫瑞伊 今天他在國會說 對於中國政府在美國的城市 設立未經授權的警察局 他感到擔憂 因為現在啊 這一個中國設這個警橋事務海外服務站 已經在很多城市設了幾十個了 好 那所以呢他說 美國現在知道這些服務站的存在 美國聯邦調查局已經針對這個問題展開調查 他說中國警方啊 在沒有適當協調的情況下 就在紐約開設服務站 這種行為令人無法接受 這侵犯了主權 並且規避了標準的司法跟執法的合作程序 他說這種機構 大家的指控就是 在美國騷擾跟蹤監視勒索 跟那些啊 跟中國不一樣意見的民眾 他說這是真正的問題 而且這種問題不只在美國發生 所以美國現在在調查啊 剛剛講到說對這個 啊中國的人民的壓迫啊 今天啊 啊廣州啊有兩個女生 他們沒戴口罩 結果他走 想不到啊 今天這個影片已經被公佈出來了 想不到啊 竟然很多人把他們抓起來 啊把他撲倒在地 然後呢 用這一個繩子 把他們的手跟腳反綁 反綁了以後呢 強迫他們跪下跟大家道歉 夭壽喔 執法人員有這種權利啊 這個實在是 所以你就知道 中國是有多麼粗暴的國家啦 我們怎麼可以讓這種國家統治呢 那中國啊 現在已經今天啊破兩萬多例了 台灣今天啊剩下 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二例 我們現在已經正式比中國還少啊 今天死亡是五十八個人 不過啊這個大家現在對疫情 是沒有那麼關注啦 那啊 來關心一下選舉 啊 因為現在選今天十一月十八號了啊 今天十八號 那麼啊 啊 過一禮拜就要選舉了啊 那這場選舉實在是非常的重要啊 那啊 先講一下說今天啊晚上啊 今天晚上啊 我在啊這個 台北市的這個啊 集合路啊 台北市的集合路啊 會為陳時中來站台跟演講啊 啊 那啊 陳時中 啊這個部長也會到 小英總統也會到啊 好像副總統 陳建倫也會到 今天晚上啊 歡迎大家坐下來啊 啊 聽也不錯啊 大家啊聚在一起感覺很好 那最重要就是說啊 啊這個 來聽聽啊 台灣啊 這場選舉的重要性 那麼另外是啊 明天再一次拜了啊 明天再拜了 那我也會在下午四點鐘左右 在新竹演講啊 在新竹的啊 香山天后宮廟啊 香山的 新竹香山的天后宮廟啊 啊 我會在啊 下午三點半就開始了啊 新竹光榮啊 啊 這個 啊 這個沈慧紅選權大造勢啊 然後 啊 蘇貞昌也會到啊 那還有林志堅 還有這個柯建民啊 還有沈慧紅啊 好 那 另外呢是還有 一場是桃園啊 桃園啊 這個 是在二十號 桃園是在二十號 那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報告地點啊 另外就是 二十號啊 我這個會先在 市政府前廣場舞台 台北市政府的廣場啊 那下午的三點到五點四十 這個 很多啦 包括副總統 包括總統 包括陳時中 都會到 那都會在那邊演講 那希望大家一起來共襄勝局 這場選舉非常之重要 非常之重要 非常之重要 好 那 這個 來看 先講新竹市長的選舉 新竹市長的選舉啊 今年其實本來啊 高王安的聲勢好像不錯 因為他 標榜著他的科技的背景 可是啊 最近啊 他的事情啊 讓大家覺得說匪夷所思 這個人怎麼這麼做 那啊 這個 冠老闆到這種地步啊 那 甚至 啊 涉及貪污 那我啊 你這個 正知道了 那連續討論這麼多天啊 那我說實在啊 收視率好到我 啊 簡直是 啊 不敢相信 那那個收視率幾乎都是有二啊 二 那那個二是什麼意思呢 二就是說 大概啊 一就代表24萬人 那 二的話大概就是48萬人 那48萬人 還不包括網路的啊 啊 網路如果加進去的話 我相信是啊 可能七八十萬人啊 那 哎 這個 因為 他涉及啊 貪污 現在啊 北檢也在辦啊 六位被告 貪污案的被告 這個女孩子為什麼啊 啊 這個 愛錢愛到這種地步 而且愛錢無道啊 人家講說這個啊 這個啊 啊 愛財要有道嘛 好 那麼啊 啊 現在說左立啊 啊按照4X貓公 他的左立啊 出來啊 這個爆料有被恐嚇啊 啊 啊 林冠年也說說 黑白兩道都在找這些助理 啊 這些助理很可能啊 啊 二三十歲啊 賺不賺錢 結果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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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遭受到這樣的壓力啊 啊 所以啊 以前對貴啊 啊 這個 柯文哲的啊 民眾黨的中央委員張毅善啊 張毅善啊 張毅善說 非常寒心啊 啊 那今天記者去問這個柯文哲 啊 這個啊 人家問了問說 所謂的助理啊 到底你這個助理是黨團的助理 還是黨中央的助理 因為如果黨團的話 還情有可言 如果黨中央的助理 那就你就貪污囉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拿公開錢 去做你動的工作呢 所以他問記者就問柯文哲說 那你怎麼分清楚 結果柯文哲竟然說 你是哪一台的 我的天啊 你不回答問題 你問人家哪一台 哪一台重要嗎 重要不是這個 啊 你要解釋嗎 所以啊 我認為他心虛 他心虛 沒辦法回答 只有用這樣嘛 他想到無一步的嘛 結果 這個 趙少康 趙少康竟然說 就算高宏安強迫助理捐錢給公基金 也沒有犯法 所以你不高興你就走嘛 你不要做嘛 夭壽啊 選舉選得這麼沒試費啊 好 竟然公開的鼓吹說這樣也OK 可以強迫助理捐錢給公基金 這樣沒有犯法 這種人說要選台灣的總統 真的是噁心啊 結果 啊 高宏安啊 啊 他現在說啊 他啊 這個 今天會這樣 可能是衰啦 啊為什麼衰 因為他以前啊 啊 這個跟馬英九握過手 這個馬英九曾經頒獎給他 所以 馬英九握手就是死亡之握 哈 今天把這個 馬迷都惹火了 說他 尖酸刻薄的本性不改 本來 對他還有一些動情 現在對他毫無同情了 真的是非常失望 那 很可愛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四叉貓 四叉貓啊 這個 啊 在 他的這個臉書 說 他啊 有跟 高宏安的助理聊過 那 這個助理啊 說這個 他被苛刻錢 結果 結果高宏安的小編 竟然上來按讚 啊 好笑 太好笑了 所以四叉貓才說 是不是我說的話 也 說到小編的心坎裡 所以小編情不自禁上來按讚啊 哎呀 真的太 所以呢 你就可以想見 高宏安這個人 做人實在太差勁了 所以呢 現在是 可以說是眾判清理啊 眾判清理 所以 柯建明啊 說啊 十天後 高宏安就慘了 啊 不算計啊 你輸了 你就開始要做法院啊 你不知道有幾條管事啊 你就慘了 然後 高宏安呢 這個今天有一個高宏安的助理啊 姓元 說啊 他在立法院工作兩年 這個他並沒有碰到高宏安這樣做 叫助理捐錢這個事啊 這個事探貓公 把他查以後才說 他哪是啊 他是黨團助理 他不是高宏安的助理啊 他是高宏安的助理 是這最近幾天的事情啊 啊 這個根本就是 地高帶道菜多故意混淆四天嘛 吼 那啊 這個今天啊 啊 有一位朋友啊 據說啦 據說他以前啊 都是投藍軍啊 那現在有一個新竹土生土長的這個人啊 叫做徐武龍先生 大家叫他哈爸 這個哈爸啊 這個哈爸啊 說他一世人啊 都支持國民黨 喔 這邊他要把他票 投給沈慧紅民進黨 結果 一世人而已 就超過六千個戰跟一千次的分享 喔 那 這個徐武龍啊 他是足科IC設計公司的高階主管 喔 那在 啊 黑客松啊 啊 在台灣創客圈 真有名 喔 那這個啊 啊 徐武龍他就說 他說四居新竹市 他除了做兵力金融 其他都在新竹 喔 特別是在竹科 那 他說這邊有三個 他過去都投國民黨 但是這邊他感覺 喔 沈慧紅最好 那為什麼 他說第一 林之間做八年 他感覺做得很好 新竹一直在對變 喔 他自己看得對 啊 所以 過去八年做得不錯 所以他願意讓沈慧紅 行做四年 你看看 這第二 喔 他說他很幾個月 還沒聽過沈慧紅 這個人 但是他現在發言說 啊 沈慧紅做六年的副集長喔 新竹市副市長喔 這代表 這幾年的政績他都有功勞 齁 齁都有功勞 齁 然後他又看沈慧紅的直播 跟粉專料 他確定 沈慧紅 既就是八十分的人 啊 結果呢 他說他看林庚仁 他說林庚仁 他說林庚仁做六個議員 他聽到沒聽過 齁 齁 啊 他看他的直播 都你媽媽 齁 齁 聽不到政見 齁 所以呢 啊 他沒要帶林庚仁 再來 他說看高峰安 他說高峰安 連為何而戰都不知道啊 齁 他沒感受到高峰安 有高科技素養 齁 因為有高科技素養的人 講的話 他們聽到 齁 他說高峰安 啊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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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身體出現 齁 齁 所以他結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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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六十分 欸結結結結結結結他有可能他不是結結 齁齁 齁 他說最後他說 啊 他說選舉一定是要說政見 目前他看著沈蕙鴻不斷地講政見 而且正正講的非常清楚 另外兩個他都不知道 所以他感覺他要給一個沈蕙鴻一個機會 為什麼說清竹很重要 因為高宏安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個會有擴散作用 會影響到苗栗 會影響到桃園 會影響到台北市都會 剛剛有講到討論 討論我跟大家報告 桃園是在11月20日 晚上6點在中立 中華路二段501號 就是佳樂福中原店旁邊的空地 晚上六點開始 禮拜天晚上六點開始 我七點也會去演講 副總統賴清德 鄭文燦 鄭運鵬 翁張良 都會到 林宥昌市長也會到 小英總統會壓軸 王定宇跟林楚音主持 討論 鄭文燦做家後 這個也不能夠斷掉 現在整個選情我感覺有轉機 有轉機 雖然大家說很冷 好像立營很辛苦 確實當然現在很辛苦 不過如果你看到陳時中 有時間 有精神 有體力 去中張頭 跟蔡奇昌 跟黃秀芳 跟蔡培會 共同掃街 非常受歡迎 你就知道說其實選情並不悲觀 那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 這個一票都不要跑掉 一定要出來投 那這個我們來看 美國的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的主席 其實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就是我們的參謀總長 那這個參謀總長密立 他在跟這個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做會的五角大廈舉行記者會 美國的五角大廈 其實他是五角形的的建築 所以叫五角大廈 他其實就是他們國防部 那這個密立他說 中國解放軍還沒有足夠的能力打台灣 如果中國決定武力統一台灣 將犯下跟俄羅斯總統普丁一樣的戰略錯誤 密立說 解放軍可以轟炸台灣 或朝台灣發射飛彈 也就是可以攻擊台灣 但是你攻擊跨海奪島 讓解放軍登陸 是高度困難的軍事任務 他說台灣的地形複雜 多山島嶼 是很難攻克的軍事目標 解放軍 中國解放軍還要一段時間 才真正具備這項能力 他說 那習近平夠理性 就會得出 這個打台灣風險太大了 如果攻擊台灣 意味著你要追求經濟世界第一 軍事世界第一的中國夢會崩潰 而且這個密立說 他認為中國人要冒高度風險 打台灣這個行動 是不明智的 而且是政治錯誤 地緣政治錯誤 戰略錯誤 就是普丁在烏克蘭所犯下的錯誤 一樣的道理 那國安部長奧斯丁 他說 中國希望在2027年之前 成為全球第一的軍事強國 但是 美國不會讓中國稱霸的 只要美國始終保持第一 就能夠阻止這個 大家擔憂的 會發生的所謂大國戰爭 然後 美國國安部印太事務的助理部長 瑞特納 他在另外一場國防論壇說 解放軍目前沒有能力 攻擊台灣的山區跟城市 瑞特納說 美國跟台灣共同建立的 眾生防禦概念 台灣是個小島 但要攻擊台灣的山區跟城市 是很困難的 解放軍現在沒有這樣的能力 瑞特納說 美國對當前自身的嚇阻力量 充滿信心 好 那 這個我們也來關心一下 這個 FTX破產 因為這個是加密貨幣嗎 他破產以後 你看 新加坡的淡馬席 也賠了86億 86億 這個貝萊德 你知道貝萊德很大 貝萊德 老五環球基金 軟體銀行集團 安大略教師退休基金 大家都當兇 換句話說 我看他們的評估好像也有問題 那我的感覺就是 他們那麼專業都評估錯誤 更何況我們可能不專業 那我講你如果不賣 就不要亂投資 不要亂投資 那那是沒有變半條了 那台灣還好啦 就雖然50萬人受損 不過人數多 但是金額只有大概2億台幣 好 那時間到了 感謝大家相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拜拜